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量的差距也有可能是制装的因素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美俄三国战机的数量对比 美国的实力自然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 美国的战机制造技术和数量都是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有力支撑 才能发展的如此的强大 目前美国所拥有的战机数量使我们已知的大约是13400架 这样的数量甚至是普通国家的10倍左右 10倍的战机数量的悬殊还是非常难以跨越的 其实是很多国家都埋头苦干 但是想要超越还是有着一定的难度 毕竟全数实在太大了 在我们印象中 俄国是与美国能够匹敌的国家 所以很多方面美国与俄国都会形成对比 而我们也已经习惯了将美国与俄国进行一番对比 战机数量上来说 俄国赶不上美国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 俄国的战机数量要比美国少很多 目前已知的俄国战机数量大约在3900架 数量如此悬殊的原因 大约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 虽然俄国继承了它的大部分一波 但是还是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发展 有啃老板的嫌疑 既然要对比 那一定就少不了我们国家的 我们国家多少 目前我们国家的战机数量 也在成喷尽式的发展 而且由于我们国家战机常见的链接 已经发展的比较完整 所以在以后要研发战机 增加战机的数量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国家的战机数量大约在3036架 虽然这个数量比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时间比较短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令国人振奋的 未来可期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点击完成我们下一期再见